大家好,我是姜莫莉 我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把柚子皮放进锅里面煮一煮 作用竟然这么厉害 以前扔掉的柚子皮那样真的是太可惜了 现在想想都特别的后悔 那么今天你们看了我这个视频之后 柚子皮可千万不要扔掉了 它真的是个宝贝来着 好了,接下来一起跟着姜莫莉的镜头 具体来看看柚子皮的妙用方法和作用吧 柚子是我们水果里面最常见的一种水果 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因为它水分充足,营养价值又高 所以才深受广大朋友的喜欢 柚子的里里外外全身向下都市宝 懂它的仁义丁点都不会浪费 那么今天你把我的视频看完之后 你就赚到了 以后剥掉的柚子皮可千万不要扔掉了 它竟然是个宝贝来着 剥下来的果肉直接把它吃掉 不能留得太久 要不然里面的水分容易干 那么接下来就把柚子皮的一些妙用之处 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 妙用衣清清家里的空气 卧室是我们一天待得最久的地方 人的一身管了一半的时间都是睡在床上 最少也要待六个小时 尤其是那些婴儿小孩待的时间更久 那么房间里的空气一定要保持良好 这样对身体才不会有所伤害 特别是那些刚搞了装修的房子 有一股非常浓郁不好闻的味道 总是让人感觉不舒服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放上我们的柚子皮 因为柚子皮的气味特别的芳香 它能掩盖住房间里面的垃圾味 搅气味等等一些不良的味道 无论哪种味道哪种情况 都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很多朋友都会买一些空气清新剂 那些都会有一些不良的化学用品 用多了人的身体吸收多了 那肯定是对身体不好的 其实不用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简单的一些柚子皮就能够轻松解决 简单的食材大大的作用 吃完的柚子皮可以放在我们房间 或者是厨房、卫生间的每一个角落里面 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清新家里的空气 让家变得更加的温暖 因为柚子皮具有独特的芳香味道 它不仅能去除房间里面的异味 最主要是它这种清香的味道是自然的 不像别的其他东西闻起来有一股刺鼻的味道 柚子皮的清香可以缓解你的心情 让你变得更加的舒畅 最主要是能使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妙用二 去除冰箱里面的异味 您看看我们家的冰箱都是放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那么各种各样的味道都在这个冰箱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的柚子皮又起到了一个清新空气的作用 柚子皮的清香能够很好的掩盖住冰箱里面的乱七八糟的味道 记得有一次去闺蜜家她家里请客叫我去帮忙 瓦一打开她家里的那个冰箱 真的是那股味道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当时我立刻就想甩手走人呢 后来我就把这个柚子皮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连连给我点赞 太棒了 妙用三 预防晕车 记得小时候我奶奶每次坐大巴车的时候或者是坐小轿车的时候都会晕车呕吐 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柚子皮有这个预防的方法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剥柚子皮的时候 就会挤出很多这样子的油物 而这种油物散发出来的味道是特别的芳香 是一种特别好的东西 它可以起到一个预防晕车的作用 大家看一看手上湿搭搭的 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晕车的情况 但是第一时间都会想到吃那些晕车药 老祖宗留下来的经典名言是要三分毒 所以说尽量不要吃 经常吃的话对身体肯定是不好的 它会影响你的健康 那么这个时候你丢掉的柚子皮就可以派上大用场了 因为柚子皮中含有大量的香精油和维生素C 它里面的清香气味可以有效的去除异味 像我视频中这样子操作 用手用力的挤柚子皮 它就会挤出很多的汁水 把它对准你的鼻子孔 它可以通气提神 从而避免车子上的异味 而引起你身体的不适 比如说呕吐恶心 淡淡的柚子清香味能够使你的身体更加的舒服 闻起来也特别的好闻 所以这个方法是我自己清测有效的 接下来第四种方法就是先把柚子皮一半一半的掰下来 再往里面加入清水 最后再加入食盐 把柚子皮一片一片的搓洗干净 因为接下来这个妙用方法我们是要食用的 所以在吃进肚子里面之前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 我奶奶从小就告诉我病从口入 因此吃的东西一定要保持干净卫生 这样对身体才不会有所伤害 一定要像我视频中这样子一片一片的给它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搓洗一遍 清洗干净之后我们再把柚子皮用剪刀剪成小块 这样既能方便出味也能减少煮制的时间 全部处理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起锅先把切好的柚子皮倒入锅中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的量一次性要加够 中途不要再加水 要不然会直接影响它的口感和作用 然后开大火让它煮开 水开之后再转中小火给它煮上10分钟左右 把柚子皮里面的营养成分和作用充分地煮出来 10分钟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大家看一看现在里面的汤水明显要比之前深多了 轻狂轻狂的看着就特别的好喝 煮制成像我视频中这种状态就差不多了 然后直接把它盛出来装入碗中就可以美美的开喝了 等汤水放至温热的时候 再往里面加入一点蜂蜜增加营养和口感 家人们在这里大家千万要记住 加蜂蜜的时候温度不能过高 温度过高的话直接会破坏蜂蜜中的营养成分 将蜂蜜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美美的开喝了 这样煮的柚子皮蜂蜜水比外面的饮料喝着健康多了 喝上去的口感特别的清香又带有一点甜味 小小的食材大大的作用 懂的人都知道它的好处不用我说的太多 经常喝一喝好处多多 好处多到十根手指头都数不过来 没有添加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是食材本身的味道 没吃过的朋友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试一试 既好喝又营养又健康 谁喝谁说好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妙子皮的妙用之处 如果屏幕前的您知道还有其他好处的话 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 这样能帮助到更多的人 点开我的主页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